很多健身爱好者,早上起来习惯压腿拉韧胆,而最原始的传统功夫甚至是不压腿的,直接踢腿,并且要求脚尖要能踢耳朵,踢下巴,是完全通过关节开,金骨弹来实现的。 体的腿又快又狠,完全区别于舞蹈的腿,又高又飘,种怎么样的种子,种的什么样的果,练习方法不同,带来的效果也不同,传舞的成金把骨根本的目的是产生速度和尽力,跟现代搏击的要求是统一的,或者说,所有实战性的拳法,都必须具备这两项素质,只是途径不同而已。 瑜伽根传舞,在对待筋骨关节上,就如同用两种模式拉脾筋,一种是通过腕力,将脾筋慢慢拉长,并且逐渐增加幅度,使筋越拉越长,甚至到了极度柔软的程度。 而另一种模式,则是通过逐渐的拉弹大筋,如同崩弹琴弦般的运动,使得大筋越来越充满弹力,人体会一定程度上变松变软,但不会达到如同瑜伽般专项的追求。 主要是要实现关节,如同弹簧般的自由弹动,速度和戚律是主要追求目标练武不练功,必定一场空,练全部装筒子,必定是个空子,全无功,一场空,万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大道质简,真传一张纸,假传万卷书,经过无数代人积累总结的真东西, 固然非常简单,甚至很不好看,但一定有其独特之处,一定有它的道理。 战装第一个遇到的就是金骨官,因为很多人还没有练到心情白躁,那时候就已经累到无法坚持了,所以必须要有吃苦耐劳,不怕累的精神,坚持不懈的按要领苦战,就能度过此关。 筋骨训练的要领,筋骨工第一处为肩颈捉力,由于普通人的用力习惯,都是端着肩膀,让肩颈肌肉用力,所以松肩颈为站桩入手第一步。 开始站桩的时候,最累的不是腿而是肩和脖子,腿累了会发抖,但还可以坚持,毕竟腿的力气大,只要忍着就能支撑,而肩膀累了却酸痛难挡,装心变化, 后天作力重生,严重影响到功效,此关如何过,无法法,只有前进而后放松,将这些酸痛的肌肉放松,让肩颈后背的肌肉发挥作用,去支撑肩膀的重量,肩颈的力量上来了,肩膀的力量就可以放松了,这样肩膀就不累了。 在肩颈结构要领中,这一步叫落肩回甲,所谓落肩指的是肩膀放松,将原来端着的肩膀放下来,肩膀放下来了,就形成了所谓的群绑。 大家可以观察动物园的大狗熊,站立起来时肩膀的体态,它那个肩膀就是我们追求的状态,我们如何检查中间的效果呢? 那就是看自己锁骨的位置,普通人的两根锁骨,位置大概相当于终表上的10点10分钟。 时针和分针锁指的位置,像一个倒八字形,锁骨斜向上怂的,锁骨上怂,则肩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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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肩就紧张起来了,只有放松锁骨,肩才能落得下来。 两根锁骨的位置由10点10分向9点15分转变成自行。 在肩胛结构10中,这一步称为拼锁,拼锁10很关键,不能拼锁则肩和胸是无法放松的,同时搬着的是回甲,就是肩胛部紧贴后背,后背肩胛处没有起伏,两片肩胛骨的距离向左右拉开,整个后背肌肉外展,普通人的肩胛部是向外凸起出来的,站桩的时候要把凸出来的肩胛骨收回去,整个后背成为一个肩胛部。 平面,这样后背的力量才能向上传递,肩才能松得下来。 还有一个腰椎后靠,普通人由于后天老做,腰椎变形向前腕驱,从后面看腰椎则是一个刀窝,要把腰椎向后凸起,腰后面平整,左右腰背的肌肉就得向左右展开,这时腰椎骨就会突出肉面,从而达到松腰不断定的形态。 其次就是颈椎后靠,伴随颈颈后靠首先就得头顶收合,下合向颈内收,颈椎就后靠了,略有头顶向上顶的感觉。 颈椎就正直了,颈椎,腰椎正直之后,整个椎柱就由后天的S型,叫正位先天正确的I字型,这样才能达到尖松哟。 它是腹空凶的要领,战装第一步求松,怎样才算松到家了呢? 就是松的身上的肌肉和野生动物的肌肉差不多就行了。 如果大家还没有直观印象的话,也是,我想大家肯定很多人没有亲眼见过野生动物,大多都在动物园或动物世界里看过。 你就参考猫身上的肌肉就行了,你摸猫身上的肉,非常松实,可是猫的力气是很大的,猫爪一拍,老鼠背拍上就跑不了,向上一串,一米多高的墙就上去了。 没试试多逗逗猫,看看它的动作,你对武术的认识会不知不觉的提高。 比如说,战装球搜的同时还要求一个整,什么是整,很多人认为杂志不落,推之不倒,就是整,当然这也不是错的。 这种整是战装中出功夫的表现,但整不仅仅是这些,这样的整是不能上场去格斗的,真正的整应该是把浑身上下列的整体协调,手上有触动,脚下就有感觉,硬上,腰胯就有动作。 你看那猫的动作,无论何时都是身子整体协调的运动,一处动则浑身无处不动,甚至连它伸懒腰,蹭痒痒都是如此。 战装欲久,功夫加深,身体的形态自然就要发生变化,逐步将原来在战装时还会摆出来的肩膀和肩胀姿势变成日常生活中的常态形成新的习惯。 比如你的锁骨不再像以前那样怂起了,你后背的肩胛骨之间的距离展开了,这些都是能看出来的。 记得原来听练舞蹈的说过一句话,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导演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物术也是如此。 练功夫和不练功夫的人,一看就能看出来,战装不是死站着不动,而是要体会身体内部的运动,站着肩膀酸痛。 这是假疲劳阶段,一定要挺过去,但硬挺着也不行,容易发焦。 当你站装站着肩膀酸痛的时候,可以活动肩膀,这个活动范围很小,就挤好你,有个意思就行。 别人根本看不出来你在动,活动方向不限,向上向下向前向后随你一遍。 在活动中找你觉得最舒服的活动方向,动起来以后,酸痛就能缓解了,动的时间长了就能体会到体内筋的位置。 所以过筋骨关的方法一是微笑运动,当然这只是初级摇旗,包衣大叔等进中求整的微动训练。 只有生生不息的动,才不是死装,才能增加功力。 想想当初刚站装的时候,也是肩颈出酸痛难挡,后来夹墙意念放松这里,这里松下来以后,锁骨下降,肩胛骨下落,向两边展开,此时就体会到后背头顶称拔,位置下降,左右展开的十字镜。 也是艰难之时长功夫是最快的,而且练武讲究一道气道,也就是你关注脑里来里的功夫就长得越快。 比如你刚开始关注肩膀,一念中想着肩膀放松,那么你肩膀的放松的速度,就会比身体其他的部位快,那时我站装站的肩膀酸痛,两股颤颤,为了过这一关,我就想着松肩,松肩。 重点关注肩部,很快肩就松下来了,当然这个意识不能太重,想着磨磨哭哭,有点就行了。 肩松下来以后,感觉后背的力量传上去了,就可以在站装中体会后背的感觉的,将后背松下来。 所以过筋骨关的方法而是,一念配合,站装,确实是累,苦,但自己并不觉得苦。 为什么呢? 因为感觉这个苦有价值,感觉身体有好的反应,所以练起来有乐趣。 站装要站出生气,站出乐趣,有了这个感觉才算是上道了。 那个时候就不是人练拳了,而是全练人,如果没有这个生气,那就不是站装而是立了根电线杆子。 影上讲的这些,都是次重于筋骨的东西。 在站装中还有神异方面的要领需要配合。 但这个就留待以后再讲,精神意识方面是心理素质培养的关键,是高深功夫修来的重要部分。 其成就大小则在于这个意思里面。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 请不吝点赞哦。